5月10日,2019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深浅精类科考航次考港三亚,在为期两周的考察期间,科考人员在中国南海考察海域,目击到深浅和远海性精类动物27群次,其中两次发现抹香精群体。 在南海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发现这种动物群体,第一次。 此次南海深浅精类科考航次,由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组织,这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在南海北部相应海域,开展深浅和远海性精类科学考察。 航次首席科学家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李松海表示,本次考察,抹香精和惠精群体都观察到母子队,表明南海北部考察海域极有可能存在抹香精和惠精的定居群体。 这些发现填补了南海精类,尤其是南海深浅精类研究的空白。 我们就可以以这些动物为主要的保护对象,开展相关的保护工作。 还有一个,它也有这种潜在的生态旅游开发方面的价值,因为国际上,像发达国家,赏金生态旅游,这是一个产业,可以带来很多的经济价值。 再一个就是文化方面的价值,如果以它为代表开发出一些这种文化元素,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价值。 2019年,中国科学院南海深浅精类科考航次海上考察14天,总航程约2500公里,在海南岛东南海域陆坡区域采用目视考察手段,结线抽样方法进行科学考察。 以了解该区域深浅和远海性精类物种组成,空间分布和行为特征。